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早兩年大家不能飛 亦都在家屈到門 很多人會上山吸收新鮮空氣 親身體驗到香港的山資源這麼豐富 大家都會在這裡拍照打卡 如果想獨特一點的話 放無人機出去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現在買無人機 又不一定說到一萬多兩萬元的專業級型號 幾千元的入門機款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操作亦一樣容易 這款DJI MINI 3就是他們結合前代Mini 2的機身 再加上Mini 3 Pro的相機 令到整個價錢可以壓縮之餘 亦都可以讓大家體驗到新世代的相機 簡單來說Mini 3就是看齊Mini 2的 會有下視色的避障 5級的抗風 還有一個有效距離是10公里的O2圖存 相機方面就是用Mini 3 Pro的1 over 1.3吋 比較大的CMOS 亦都支援雙圓生的ISO 你在這裡拍4K HDR的影片時 顏色和畫面就會比較好 亦都見到其實這個相機雲台是有升級度 它除了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傾斜角度之外 亦都會有一個原生的垂直直倒 你就可以按一個按鈕 扭轉就可以拍到TikTok或IG動態的直式影片 機身設計方面 Mini 3會比較像Mini 3 Pro 它是比較強的肌肉線條感 同時除了肌腹腳仔之外 Mini 3這個懸臂上亦都是多了腳仔 在凹凸不平的表面就比較容易做成功 就算Mini 3它在使用的也是Mini 3 Pro那顆電池 但它的續航力就會多4分鐘 去到38分鐘 如果你是更加重一點 就是這顆大一點的長續航電池 更加去到51分鐘 你拍攝時段或是想玩得遠一點 飛得久一點的話 也不怕了 如果你的預算是OK的話 買這個有螢幕的遙控版本其實是好玩一點的 為甚麼呢 它本身是一個Android的系統 裡面預載的這個就是DJI Fly App 你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它的飛行狀況和畫面 同時亦可以有一個非常光的螢幕在看著 你就不用夾著自己手機在燒多部電 在這個DJI Fly App 裡面 就有五個一鍵拍攝的模式 你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自己跟著它的軌道去飛行 包括有漸軟 衝天 環繞等等 就算你是完全不懂得操控機器 但你拍攝出來的影片 都一樣好像有個專業機手幫你操作一樣 之前我就上山試機 把機器的遙控和後備的電 全部都放在它這個除行袋裡面 非常輕巧 亦都很乾淨 亦都可以很輕鬆地塞在我的背包裡 連涼水等各樣都不是很大的負擔 不幸運的是香港秋冬時間就比較大風 而DJI亦都是這些時間才推出 所以我上去時看到花草樹木飛來飛去 都擔心飛不飛到 幸運就是等多一會 都算風停了 都把它放上去看看什麼環境 其實都看到它在搖搖搖 我都有些擔心 飛了一會我到受犯 到第二天天文台說只有四級風 我都去水塘那邊 比較穩定一點的地方 我就可以再飛過 在比較穩定的環境裡面 就可以試到這個一鍵拍攝 其實我自己說真的 要控制著機器一直在環繞飛行 再保持它的鏡頭 要保持著我自己的中心點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可以做到 所以這個一鍵拍攝實在非常方便 我只要按按鈕 它就會自動鎖住我 然後它就會跟著限定的軌道 完成整個拍攝 然後就會回到指定本身的位置 最後你就可以很放心地收回來了 我之前其實都有試過Felmini 3 Pro 即是貴一點的那一款 雖然不是直接比較 但是印象中它的操作手感其實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都是乖乖地 在水塘或者空地這些空曠的地方 才玩無人機 基本上它的三向避障 都不會怎樣用得著 而且在香港的法例之下 無人機要在機手目視的範圍之內才可以操作 所以可以飛得更加遠 更加穩定的O3圖傳 好像作用不算大 就好像我上次試DJI Avatar一樣 其實無人機的後備電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我剛剛說了 Mini 3的續航力是去到38分鐘 或者51分鐘都好 你出到街頭 其實這些數字都會打折扣 而且你也不只是飛這幾十分鐘吧 但是現在Mini 3就不是了 它直接就會跟一小兩大電池 整個套裝賣給你 一來你不會忘記買電 二來你也是比較好計算 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是用這個長續航電池去飛 基本上這隻機一定是超過249g 這個不用登記的上限 所以買了Mini 3之後 都是比較建議你上民航處 做機手和無人機的登記 那就安全了 既然這隻Mini 3是入門級 到底入場費是多少呢 我講一機加三電和普通的遙控器版本 就是$5,878 但如果要這個有螢幕的遙控器版本 就會貴多一點 就是$7,108 對比起之前的Mini 2 當然是貴少少 好像一千多元 但如果你是同代數這樣比 Mini 3 Pro一機三電和普通的遙控器版本 都是要$7,918 相比之下 普通這樣玩 這隻Mini 3實在是吸引很多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讚好留言和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加上鈴鐺鐘 我們有新影片第一次通知你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